问题一,如何理解一生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 比方这次要去参加一个法会,是自己努力争取大半年的,当然也是佛菩萨的加持。 去年什么也没争取,就什么也没发生。 佛菩萨是有求才有应,这两个概念如何贯通? 问题二,如何鉴别哪个念头是佛菩萨加持,哪个念头是魔王加持? 比方墨学求总干事和师父的事,他们同意了,有个念头就说我要谢他们。 我就这么做了,我以为是佛菩萨加持要我这么做的,结果证明不是,这是小事。 还有几次较大的事,都被佛菩萨挡住了,没铸成大错。 也有佛菩萨没阻止的,结果就犯了小错。 首先,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前面还有一句,不能漏了这一句。 学释迦摩尼佛菩萨,代表你别无所求了,一心指,为正法久住,为苦难众生。 那我们的智慧还不能洞察全局? 佛菩萨有智慧。 我们听话,像老婆上叫陈佛看什么,我就看什么。 老婆上有智慧。 而且感应是不可思议的。 比方说我请教大家,你们觉得在神座大剧弘扬中华文化第一站去哪里? 你们想得到吗? 我也想不到。 结果去了海口,是古代得罪皇帝被贬罪远的地方。 你说谁想得到? 但佛菩萨知道因缘。 所以这个前提是,你要学释迦摩尼佛,不再为自己了,为正法久住,为苦难众生。 你往后的因缘,佛菩萨调兵潜将。 该是你干的,你推不掉。 我自己也有一些经历,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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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没找我了。 突然,比方说去日本讲课,前一个礼拜,他邀请的人不能去了,他又跑到香港。 老和尚,老和尚,老和尚,老和尚说,你还是去吧,明明我把他推掉了,最后,又找我了。 这不只一次啊。 像这个黎秉兰老师,元吉三十周年。 我说拜托啊,那是老和尚,师兄弟啊,那一辈的啊,我们。 差远了,我就推掉了。 后来主办人员说, 临时两个人不能来了。 我说那你请示老侯上 老侯上说好去吧 结果一去说那两个人又要来 我说那我可以不去了吧 公告已经打出去 还是要去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该你干的事 你推不掉的 好 那另外你提到这个争取 这个是属于不是属于什么任务 这个是一些一些英语小一些事情 那个是你如理如法去求就好了 如理如法去求就好了 好 当然老侯上有讲过一个公案 有一个出家人求一个电冰箱 求了很多年都没有啊 后来去找老侯上 他觉得不灵啊 求了那么多年了 老侯上问他说你几个人啊 说我一个人住 那你一个人住可能不是很需要吧 好 再来提到这个佛菩萨加持还是魔王加持 那这个关键是 我们有没有随顺性德 随顺经典的教诲 那你随顺了当然佛菩萨就加持了 可是我们是烦恼做主了 那魔得其变了 魔要干扰正法 那我们又是佛弟子了 甚至于有负责 道场的事啊 那他可能就来干扰了 那魔得其变 所以我们鸿护正法 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正念 做什么事啊 我不能随顺我的意思 随顺我的习气 做事的心中要有佛法 依佛法教导的原理原则 去做人做事 不然我们以前还没学佛 之前的那些习惯也是很强的 习惯成自然 少成若天性 结果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 所以我们的警觉性不够啊 就被本来的习惯扯回去了 所以现在鸿护正法很不容易 鸿护出问题的比例蛮高的 这个都是我们要记取经验教训的 以前 大家都是成年才学的 我们希望下一代两代 真能出这样的人才 从胎教开始教 就有可能 所以弘法的人 要守住 老儿上提醒的 数而不做 幸而好 不然 不然离经一致啊 便是魔术 而且 这个 最好啊 有团队 一起来 来弘法 有时候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能够提醒到 所以老儿上都一直交代 这些年轻学子 你们毕业之后啊 不要分开 团队出去弘法 我自己观察 夫妻之间要互相互念的 是不容易的 夫妻之间可以互相互念的 我几乎 还没见到过 因为它有感情的作用 好额之其恶 物额之其美者 天下嫌疑 所以最好还是有团队 常常切磋 你看佛陀那个时代 节下安居 可能洪化一方啊 回来 沉淀沉淀 这些佛门的做法 都有他的 很深远的考虑在里面 为什么老儿上说 你学佛啊 你就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包含认识佛的 这些做法的考虑 都在其中 好 好 这个是刚刚谈到红法 你看老儿上又说了 他自己讲学的态度 这个我们一定要 要重视这些开始 老儿上说的 我讲课给大家做报告 大家是兼学 我自己是学生 不然 这个孟子说 人皆好为人师 就是我们本身 这个四大烦恼里面 这个我慢 比较容易起来了 那假如又教书 那就更有可能会起来 所以老儿上这些教诲 真的对我们往后最少三代的学子 都是最慈悲的互念 只要这个心境 一没有守住 可能念头就开始偏了 而且老儿上还说 我讲这么多年了 别人有没有收获 我不了解 我把我自己劝明白 所以在讲学的态度当中 劝自己 而且我们讲给大众听 我们得带头做 人家才比较认可我们 那护法呢 护法以前是红法退下来有经验 那现在 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护法就 要重视听经 然后重视 做事的警觉性 都要依经教去做事情 我有一次跟一个单位负责人讲 结果他一回去 底下很多护法人员 每天都要听经 他就安排大家听经 结果他不听 所以我感觉讲话 你不周全 害了别人 这领导者以身作者 要带头听才行 您后面提的 陈德 觉得你可能太敏感 所以 重点在看自己的念头 有没有跟经典相应 不是跟烦恼吸气走 这个是关键 这个 至于 你做了之后 别人骂了你了 认不认同你了 那个是另外 比方说你已经是随顺经典了 那你的领导骂你 那你也消业障 这个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去论 不然 你说还有几次教大的事都被 佛菩萨拦住了 没有促成大错 那你假如是随顺经典教诲 那佛菩萨不会拦 那可能是你这个念头不对的 所以有拦住了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源头就好 随顺 圣贤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烦恼吸气